漫长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 人是贯穿史中的主线 中国与日本一一带水 在古代 海洋曾是中日往来的极大障碍 但如内田吟藏博士所言 海既是隔离国与国的障碍 又是连接国家的纽带 正因为海图艰险 彼岸难达 那些敢于飘洋过海的先驱人物 大多怀着崇高的理想 富有牺牲精神 值得惊人学习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 有众多杰出的代表人物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主要来了解两位 唐代中日交流的代表性人物 唐代可以说是中华文明 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 自圣德太子派遣遣隋史以来 隋唐史期 近三百年间 中日保持着平凡密切的往来 著名的遣唐史 就是主要的交流史者 研究表明 日本共任命过二十任遣唐史 其中四次因故停止 实际成行的是十六次 前后横跨二百六十四年 我们这节课的两位主人公 都和遣唐史或史结团 有密切关系 第一位人物是吉贝真贝 出生在今天日本 岗山县仓夫市真贝厅的 一个五官之家 他的父亲夏道国圣 官拜右卫史少尉 六零九年 十五岁的夏道真贝 自愿进入平成经的大学寮学习 经过六七年的学习和省市 被授予从八位下的官位 七一六年 夏道真贝因其博学众议 被选为浅唐交流生 一年 与阿贝仲马履 大和长岗 及学问僧选访 等人随多志笔线手为首的 第九次浅唐史结团入堂 浅唐史团从南波 及今天的日本大阪市的三金谱出发 经养子江口 同年十月初一抵达长安 在长安洪卢寺 夏道真贝 拜四门管助教赵玄默为师 留学授业 研览京史 对唐代天文 立法 音乐 法律 兵法 建筑等各领域知识深有造诣 七三四年 在大唐学习和生活了十八年的下道真贝 随第十次浅唐史的第一艘船 寻南路返抵日本 从而结束了在唐朝的留学生活 回到日本后的下道真贝 向天皇献上唐礼一百三十卷 太延立经一卷 阅书要路十卷 写绿管生十二条 还有侧引铁齿 铜绿管 铁如方响 悬缠七角弓 马上引水七角弓 射甲剑二十支 平射剑十支等 并带回了庞大的东关旱记 七四六年 夏道真贝次姓吉贝 七五零年 年届五十五岁的吉贝真贝 被补选为以藤原清河为大使的第十二次浅堂使节 与大半古马旅一道出任赴使 七五二年 使团抵达长安后 玄宗亲自接见他 赠予迎亲光禄大夫 秘书间及魏魏清官县 并于玄宗开元五年 与第九次同行入堂的阿贝众马旅相会于长安 此次浅堂回国后 吉贝真贝受到称德天皇及孝谦天皇的宠信 出任幼大臣大纳言 未及仁臣 他还曾担任大学著 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在日本的讲授 始于吉贝真贝 真贝对大学寮的教育制度和试淀制度 进行了重大改革 他还是日本国内最早研究和传播 中国孙子兵法的军事家 吉贝真贝在幼大臣任上 与大和长岗一起对养老律令加以修订 完善了日本的律令制 吉贝真贝从中国带回的太盐历经 和侧影铁齿等 促进了日本的立法改革 真贝带回的乐书乐器 扩大了唐乐在日的盛行和传播 尤其是他带回的武则天时期的乐书要录 在中国久已失传 目前只有在日本保存下来这一真本 总而言之 在所有的浅堂留学生和浅堂史中 吉贝真贝的人生可以说是极富传奇色彩 这都与他的渡堂经历有关 但是遥想仙贤们 像是法贤法师 玄奘法师 也是不顾他们生命的危险 努力寻法 求法 才让我们有这样的好环境 学习佛法 既然 既然你们都不愿意去 那 我去 建真俗姓纯于江苏省扬州江音县人 他出身于佛教徒家庭 708年21岁时 在长安石济寺授界正式取得僧级 在其东渡前的四十余年里 建真一直建立于蒋经 建四 造像 由他授界的僧侣先后多达四万余人 在江浙一带被称送为授界大师 在中原佛教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较高的地位 当时的日本是律令制初期 社会混乱 日本的佛教处于三无状态 无高僧 无戒师 无法辣 734年 日本僧侣荣睿和普照先到洛阳 结识高僧道瑞 736年 道瑞度日成功 开始在日本传播律宗 743年 两人又来到扬州请建真东渡弘法 此时建真已经五十余岁 他应允两人东渡弘法的要求 曾言 视为法事也 何惜生命 以传播唐朝文化和弘扬佛法为目标 开始了他东渡日本的十余年旅程 十年间建真曾曾六次东渡日本 前五次军位成行 第一次742年 建真带领二十一名弟子准备从宁波港出发 其中新罗弟子与中国弟子发生矛盾 将荣睿等人告发至官府 第二次743年 建真集结了一百八十五人的东渡团 除僧人外还有个手工艺人 船至崇明岛附近与强峰翻船 后又被刮到马鞍山附近搁浅 第三次744年 筹备中即被绍兴僧人得知 他们不愿建真东渡 因此又告发荣睿被捕 东渡失败 第四次744年 建真率三十多名弟子出发 弟子林佑不忍师父受颠簸之苦 尚请采访时出面劝阻 建真一行人被软禁回扬州 第五次748年 途中遭遇风暴 建真一行漂流至海南岛 停留一年后北上沿途讲学 建真双目失明 并失去了荣睿和弟子响眼 第六次753年 建真率三十八名弟子 随第十二次潜唐使团到达日本 754年2月 建真到达奈良 实现了历时十二年的东渡哄愿 建真到达日本后 安置于东大寺 圣武天皇受传灯大法师号 建真在东大寺中修建戒坛 为天皇皇后皇太子等受戒 并将唐朝先进的建筑 绘画医药技术传播到日本 757年 天皇赐原地 建真亲手兴建了唐昭提寺 这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庙 所以建真也是日本律宗之祖 763年 建真原祭 享年76岁 14年后 第16次潜唐使节团将建真原祭的消息 带回扬州 扬州各寺僧众 穿丧服向东聚挨三日 如今 位于奈良市内的唐昭提寺 依然烟火鼎盛 里面的金堂 鼓楼 建真坐像等 都是日本珍贵的国宝 好 今天要介绍的两位人物 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为大家介绍两位 明末清初中日交流的重要人物 感谢观看